欢迎大家出席香港辩论超级联赛第二轮的赛事 今天的辩题是收读微学位课程对提升香港青年竞争力力大于弊 今天的对赛双方为正方、德兰中学、对反方、崇祯书院 现在让我介绍双方的辩论先 首先是正方主辩刘思琦同学 第一副辩 林军义同学 第二副辩 陈思敏同学 铁辩 杨可儿同学 反方主辩 林卓谦同学 一副 黄泳林同学 二副 梁思琴同学 铁辩 欧廉池同学 而我们今天都很高兴请到三位评估为今场的赛事评分 他们分别是中大粤语辩论队前队员李廷坚先生 另外是何峰中学中文辩论队负责老师李子郑老师 最后一位是华英中学辩论队前教练徐淑文小姐 这场比赛分为主辩 台上发言 发问 一副 二副 台下发问 结辩共六个环节 发言的时间是4334 每次发言前结束30秒前会有一丁提示 丁 够钟就会有两丁提示 丁丁 超时15秒开始就会有三丁提示 丁丁丁 到时主席就会打断你的发言 长程的赛规已经给了参赛的学校 请问双方还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现在先请正方主便发言 你有4分钟的时间 发言前请先向主席示意 记住要开启咪和说可以 那我就会帮你计时了 我们现在先请主席示意 好,剩下一遍,你準備好了嗎? 如果你準備好了,可以先打開麥克風 這個角度也可以,好 準備好就開麥克風 準備好了 好,開始 主席、評判、正在各位,大家好 隨著時代的變遷,很多人都會想學不同的技能去增值自己 微學位課程就能幫到你了 所以微學位是指網上在線平台上課的課程 當中分為付款和免費 而我方提出的沒有門檻的微學位課程 希望追教育普及化,人人都可以獨單只限制於大學生 而微學位課程為教育與培訓企業為不得丁 行業或企業的明確需要 制定短期課程以快速回應變化越來越快的市場需要 而競爭力的定義分為對外及對內 對外是指整體社會有沒有幫助 對整體社會有沒有幫助 例如兩星 內外是自身有沒有專業的知識或技能提升增加等 以競爭力對現時社會都極為重要 而我方贊成全題基於以下兩點 第一,對佈讀的學生來說 時間彈性方面增值 微學位課程就是用較短時間 而學習重心技巧 所以對於時間非常繁忙的打工仔或時間不穩定的 在職人士是比較方便 亦可以佈讀一些傳統大學沒有的學科 而且微學位已經開始普遍 根據星島日報指出 在國內有超過300萬的學生選擇完全在線學生 參加任何類型的研究新課程學生中 約29%是完全在線學生 根據全國星調查顯示 大多61%的招聘領導者認為 再線學生的證書等於 優於上學完成的證書 而且讀完這個學位 會有其他大學或者僱主承認 那就可以繼續讀其他大學或者找到工作 所以讀了微學位之後 就可以幫助學生接軌 又可以增強競爭力 其次就是對課程的CG來說 由於他的時間是能夠方便 在職的專業人士任教 於是有助開辦新興學業和實用的課程 有專業知識的人士 可以同時工作以及作微學位課程的教學 我舉個例子 如果有專業知識的人士 他們正在工作 叫他們做大學的教授 可能沒有時間 但是叫他們做微學位課程的講師 他們可能會有足夠的時間 而且微學位又可以提供 傳統大學沒有的CG及課程 例如是行拍攝影 網絡社交 網絡營銷學等等 又符合現時社會需要的課程 請問有方能夠讓大學無法 拼為全職港師的專業人士去下串授課 能開辦大學 難以用整個學期去開辦的新興學科成 是否有助提升競爭力呢 否則請論證這些情況下的競爭力 為何不升反跌呢 多謝各位 好 正方主編發言時間為3分40秒 沒有超時 現在請反方主編發言 你有4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請向主席示意 可以了 聽 評判主席有方同學 助助各位 大家好 聽完有方幾分鐘的開辯 不難發現有方今天的立場 當然我都不清不楚 第一 認受性 有方同學說到微學位課程很好 但事實上 坊間有多少機構我承認這些課程呢 根據科技學院網絡上的資料 暫時只有17間公司認可 並且聘請微學位課程的畢業生 甚至是 就連科技學院創辦人劉光栗都顯然 課程並未立入資料架構 正式認受性會教其他培訓機構侵蝕 反問有方 一個受性性這麼低的課程 如何提升競爭呢 第二 標準 有方同學說 現課下缺乏人才 就可以設立微學位課程 但現課下各行各業都有可能缺乏人才 工男醫院沒有醫生 建築行業沒有工人 新聞行業都缺乏記者 反問有方 按照有方的邏輯 是不是醫生 記者就可以指讀15星期就直接入行呢 如果不是有方今天 是不是雙重標準呢 事實上 根據教資會數字 八大每年約有1400名及1800名 研究課程畢業生 當中超過七成修讀有關與科學 及科技相關的科目 包括電腦 醫生 及醫學等 高學歷的碩士及博士研究生 其出路與社會高科技發展息息相關 而中學大學工程學長 及創新科技中心主任黃明輝職員 香港欠缺高科技產業 事實上提供給高科技科研人才的職位不足 以至不少理工科研究生面臨就業錯譜現象 即使順利求職則往往與本身專業不相關 因此 而是要證明 修讀課程後 香港青年能夠得到更高回報的就業機會 否則變成人應不成立 並基於以下兩大原因 第一,造成學歷貶值 更降低競爭力 近年來各大醫校開辨更多課程和學額 加上微學位課程 另有學士、碩士、博士學位的人越來越多 但高學歷需求的工作卻供不容求 令高學歷人士向下勞動 從事低學歷 但高學歷需求低聲的工作甚至失業 簡單而言 即使讀完微學位課程 學歷都依然與工作成績錯配 令更多專上教學畢業生向下勞動 可問一方 令畢業生向下勞動 是否反而對提升競爭力是利大於弊呢? 第二,浪費創科人才錯配勞動人手 正如我看上述所言 每年各大學都會有不少畢業生投身社會 當中有大量理工科研研究生找不到工作 原因正是社會提供的就業機會不足 2020為例 大學聯校在業資料統計庫數據顯示 今年首季競爭大學畢業生職位的數目 比去年同期減少四成 由此可見 即使讀完微學位 都未必保證你找得到工作 反問有方 是否讀完不從事創科行業都可以提升競爭力呢? 最後反問有方同課 若未學位多人收讀 就會造成學歷貶值 小凡讀又無法達到有方的利處 有方打算怎樣選擇呢? 多謝各位 好 反方主變發言時間為3分55秒 沒有超時 現在我們會進行台上發問的環節 先會由正方排出一位台上便員 向反方主變提問 發問時間為1分鐘 之後反方主變有一分鐘準備 然後一分鐘時間作答 所有時間15秒前會有一丁提示 丁 之後就由反方派出台上便員 向正方主變作出提問 評判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反方分子的第一格 是依照發言次序 是回答的分數 第二格才是發問的分數 我們現在先請正方派出一位台上便員發問 你有一分鐘的時間 準備好請向主席示宜 是準備好 定 主席評判組織各位 大家好 心事變題我方認為今天的標準 要定立在能否提升香港青年的競爭力 今天我方主變也提及過競爭力的定義 是對外以及對外 社會的發展以及自身的技能 而媒學位 就如我方主變所說 能夠提升青少年的競爭力 原因是因為更多人懂得科技 而就業率也提升 如果在這種情況下 有方又如何論證到 其實媒學位是不能夠提升香港青少年的競爭力 多謝各位 好 現在反方有一分鐘準備 開始 請清細 strengthen 勥賞 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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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准备时间结束,现在请凡方主编回答,你有1分钟的时间,准备好请向主席善意 请向主席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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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声 好,有点回音 你收回另一个 好的,应该是电脑 好,可以开始了,叮! 评文主席 友方同学 各位大家好 听完友方的发文 友方说不能提升竞争力 但是提升竞争力是不一定要用到微学位课程的 还有这个微学位课程只有17间公司认可 反方的 抱歉 我们的反方主席因为网络问题所以弄了出去 好 我等他回来 哪些消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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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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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17年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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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